四百位男女齊聚在一起坐在椅子上 仔細研究廟方製作的個人資料手冊 這些人全都是來參加聯誼活動 台庄翰西勒成功除了主神媽祖之外 也供奉月老新軍 廟方選在十四號中秋節前夕 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吸引兩百對單身族暴民 這次暴民年齡從二十六歲到四十五歲都有 男生職業多以工程師為主 女生則是護理師 會計師等 每個人都精心打扮 希望可以找到心儀的對象 今年三十五歲 然後是會計 從事會計的行業 是可以合得來 然後價值觀一樣 我目前已經單身兩年多了 想說就是 因為我目前是三十四歲 想要就是趕快趁年輕 主要是活潑可愛 廟方說今年官網一開放報名 不到五分鐘男生名額就秒殺 女生名額也只花了三天就額滿 年輕人工作都很忙 身心的壓力也都很重 提供這個平台給所有希望能夠 結識好朋友的這些年輕朋友 有一個這個很好的認識的機會 除了舉辦聯誼活動 同時廟方也同步舉行駐售大典 慶祝月老新軍聖誕 希望在月老的加持下 兩百對單身男女 可以如願找到自己心儀的對象 華視新聞有保證許一文 照應光 蔡明煌 SNG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